住宅租金回调,吸引不少有二成家立室或想搬出来的年轻租客。他们无非都是想省钱。但是,租金平亦未必大晒。 厌楼师尖制男,尖薯,提醒。旧楼平租盘多数以煤煤烂烂。需注意单位内物品的选后情况。以免因赔偿按金令支出增加。尖制男子,租楼但求住得舒服。但租屋住最麻烦就是涉及维修。 特别是意外的部分。例如电器、结具、窗台石等等。所以看楼时应前先检查他们的状态是否良好。 确保他们不是煤煤烂烂,以免中途损坏招致损失。最好入伙前对每一项拍多几张照。 保障自己权益,签订租约时,亦需与业主确认及定名为收责任。尖制男又指,租客亦需留意,租约内一般会定名。 租约期完结时,租客需还原单位置交吉时的状况。其中一项常见的争议就是转场。有部分租客暗自转场改装。最后收楼时被扣按金。 因此最好应在租楼前先询问业主意愿。以免业主收楼厌楼时出现争拗。 再者,尖制男认为,租客亦应留意租盘的上下左右邻居。 例如留意他们从事的职业或背景。如情况许可,最好向楼下看更、管理员,聊下机打听情况,以免受到问题邻居困扰。 另外,租客在签订租约前,建议首先进行物业查册。 确认单位出租人是真实的业主。确认业权是否完整。 为免有骗徒无认业主。收了租客的订金后马上消失。 很多时,租客及业主都不注重打离印手组。万一有纷争,租约有机会不获法律保障。 至于差响、水费、电费、管理费等等集资费用。 未必已计算在每月租金内。 租楼前问清楚租金是否存包。 同时向业主索取单位水、电、煤单据。 仔细核对清楚对上一次用量记录。 确保没有欠款。 以免日后口同被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